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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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希望图景德圖市長 他作為一個不同的一個文化市場 你要怎麼樣結合經濟 那是你的事情 作為一個一流團隊 就不應該用三流團隊的一個做法 我拆掉 然後就是賣給台船去開發 現在大家很不見的會談 文化市場的保存這件事情 可是我認為就是公所 作為一個公共的建築 他其實在被提到要標售 或是拆除然後賣地之前 就應該要有一個討論說 我們把它拆掉會不會是地龍狼 就是他現在已經是暫定谷襲了 然後義文之法 其實他應該要被維護 管理然後整理 您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 公民行動影記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 我們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那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會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的網站上面會直播 之後呢會在公共的網站 會有完整節目的播出 我們今天看到我們的錄影 或是看到我們視頻的朋友 應該會覺得很特別 因為今天我們不是在我家裡面 或是在我們來賓的家裡面 或是在PNN的公視的 這個攝影棚的辦公室裡面 我們事實上今天來到這個地方 是嘉義市人文關懷協會的這個辦公室 那為什麼要來到這個地方 是因為我們今天要跟他談的一個議題 雖然它是一個發生在嘉義市的一個保存的運動 但是我想在全台灣各地 類似的問題類似的現象 其實也會非常非常的多 特別是如果你常在看公庫跟PNN的朋友 你大概也會看到 例如說像台北市政府 包括南港品概園區等等 這些老的建築 其實都會因為這個都市開發 而面臨到拆遷的這樣的一個命運 所以在我們今天的節目當中 要跟他談的是嘉義的舊市公所 那這嘉義舊市公所 其實是大概已經有五十多年的 五六十年這個建築的一個建體 那在今年八月的時候 嘉義市就說 這個建築是不是應該要把它這個拆掉 然後把這個地去賣掉 而這個其實這種說法 其實已經有好幾年 都有類似的這樣的一種主張 那賣掉之後呢 可以得到十億的 可能會得到十億的這個所謂的產值 這樣的一個地價的 這樣的一個金額 可是在嘉義有一群的文化保存的團體 對於市政府的這種主張 其實是有非常不同意的一些看法 特別是嘉義的這個負債率其實並不高 那嘉義其實又是一個被認為是一個慢活的城市 如果你把這些古的歷史建築呢 整個拆掉的話 那麼其實對嘉義的人文是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今天要來在這個節目當中 就要跟他談的是嘉義舊市公所這個保存的議題 在我們的節目現場跟大家邀請到的是嘉義人文貫外協會 也是參與這個市公所保存的非常重要的建築師陳世安 世安你好 主持安好 世安科普一開始先跟我們講一下 為什麼要去主張保留這個舊的市公所呢 其實這個事情最主要是 一開始是在今年的大概7月20號 然後我有在網路上 就是說透過那個市政府的這個公共工程的這種 這種採購的這個資訊的那個網站 然後有去注意到說嘉義市有一個 舊市政府地商務拆除工程 對 那我注意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有去意識到說 這個很有可能是要拆掉舊市公所 因為嘉義市的之前的 嘉義市有不同的舊市公所的 舊市政府的所在地 那民生北路跟船路交接的這一塊 是目前現在還有一個地商務的 就是我們現在在爭取保存的這個舊市公所 那注意到這個訊息之後 就再去聯繫一些朋友去確認 然後最後確認就是說 確實已經是發包 也已經簽約了 然後整個拆除工程 已經可能馬上就要進行 這樣的一個情況 發包是已經有人標到這個案子 拆除工程 拆除工程 所以說它這個是已經在程序中 而且已經程序算完備了 大概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是一個比較緊急的狀態 所以說那個時候就 我的做法是先在網路上 因為一開始其實還沒有太多人 注意到這個事情 那我就先在網路上大概寫了一下 一些我的想法 那最早提出來的一個觀點 就是動機就是說 在進行拆除之前 有沒有做過保存的這種相關的評估 當然事實上是沒有 所以說會覺得說對於在過去的這種 把本來我們所有的這種 具有歷史性的這種公共建築 就這樣拆除 這個事件是不是不斷的在重演 對 所以我們希望去做的事情是說 先讓大家去注意到 然後再來我們要求 希望說要去補足這個動作 就是至少我們要把評估這個事情做出來 那當然這個事情丟出去之後 有得到蠻多迴響 特別是在嘉義這個地方 一些文化團體 這些民間的一些朋友 大家都還蠻關注的 所以那篇文章有很高的分享率 然後當然接下來就是有些地方媒體 注意到這個事情 跟去做一些報導 那報導之後當然大家就 開始有一些 有一些討論 有一些比較正式的會去討論 所以之後就決定成立一個叫做 舊舊嘉義市共所推動聯盟 基本上是有幾個不同的團體 去臨時編組 臨時去組成這樣的聯盟 然後固定的開會 來討論說我們可以怎麼去做 不過這個案子其實你剛剛講說 你在7月然後上網看到政府的有關 嘉義市政府有關公共採購的這個標案 這個標案的時候你發現 但是這個案子似乎有類似的主張 也是由來已久不是嗎 對 最主要就是說 因為這塊地 這塊地它是已經變更成商業區 我覺得這個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市政府 舊的這個以前是 早期是縣下市實在是市工作 然後後來是升格之後變成舊市政府 那市政府是在1998年的時候 遷走了 遷到那個嘉義市的中山路 就是現在的市政府對面 那裡也拆掉了 就是之前的那個嘉義軍事所 那這個舊的市政府 這裡在他們搬走之後 其實沒有馬上拆掉 他們那時候做法就是 整塊地要馬上標售這樣子 但是一直都留標 他們其實有做過好幾次的標售動作 但是沒有人來標 留標是因為它的標金太貴 或者是大家覺得這個 有這種說法 有這種說法 但因為沒有人來標 所以也不曉得到情況 但是推估就是說 一方面是因為那時候整塊地 當然這整個舊市工的這個 一直都沒有動過 就是閒置 大部分閒置這樣子 那時候只有市政府公務處的一個小單位 在裡面 算是有點借用這樣而已 大部分是閒置 之後就是處於這種標售 然後沒有任何的利用的這種情況 所以說才會 才會有點很長的閒置之後 其實附近的居民都覺得這裡 其實就沒有什麼動作 大家認為的都是說 這裡就是要被標售 就是賣掉 然後拿去蓋什麼東西 應該就是變成私人 對 大概是這種情況 所以新的市長上任 土市長上任之後 這個案子又重新啟動了 算是說 因為他們有一個期限 所以就是說 政府他要把公有土地標售 他必須經過兩個程序 第一個他要經過這個議會的同意 再來他要經過內政部的同意 之後他才可以做標售的動作 基本上這個程序都很OK 然後那個內政部同意你做標售 是有期限的 他的期限是到明年的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大概明年的3月或4月 那是一個處理的 處分的期限 在那個時候沒有處分 那你可能之後就要重新再run一次 所以說市政府可能有點機遇 就是說這個案子 當然那時候是完全沒有保存的這個概念 所以基本上是標售 甚至也沒有任何的評估 沒有任何的需要填下來的因素 所以就把它推動 就是新的圖市長上來之後就把它推動 那推動其實也是按照程序 就是按照這些法定程序 把它進行這樣子 其實他們先做的是把它拆掉 然後再做標售 所以針對新的市府團隊而言 它事實上也是在執行過去的 這樣一種所謂的 本來就要標售的這樣一個做法 那當然比較有意思的是 即使是新的市府團隊 當他看到這個舊的建築的時候 他其實在腦袋裡面 或在他的思想裡面 也沒想到說 這個是不是具有歷史的保存意義 是不是應該要重啟的評估 是不是要來開始做相關的討論 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是看不到的 那當然從這個標售的過程當中 或者是我們在一開始提到的理由 是因為它可以有10億的 這種所謂的這個所謂的 資金的這種可能性 那當然如果沒有標出去 或是沒有做到 當然就沒有這個問題 不過這個10億其實它反映出一個現象 就是對於一些些鄉鎮型的 就是比較小型的城市來講 經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今天這個標售出去 它可以蓋的是一個觀光的場地 或者是我們乾脆賣出去 然後蓋百貨公司 垂漾路上面 其實有很多的百貨公司 那說不定是可以帶來 所謂的經濟的繁榮 那這樣子不好嗎 我覺得這個 就是類似像這樣的情況 當然台灣其實也不罕見 就是大概大多數民眾會對於 比如說像一般的鄉鎮 甚至像加一市 也有很多這種聲音 就是 回去來都沒有什麼發展 就是說那個沒有發展的感覺 就是這個城市 沒有很多大型的建設 我想這是一種比較 大家會存在腦海裡面的那種 算是一種刻板的印象 就是說所謂的發展建設 它其實有某一些類型 它必須開馬路 必須蓋一些大型建築物 或大型的公共建設投資 但是在我們的發展的模式裡面 卻很少去提到就是說 如何把舊有的東西留下來 然後作為一個城市可以再去利用的東西 那像我們那時候在提出 對於這個標售的這個方案的一個 的討論的時候 我們大概主要訴求的是說 第一個 你標售出去 事實上它就變成私有了 那對於一個城市來說 其實它就少掉一塊公有地 而且對於嘉義市來說 在市中心 有這樣子一千多坪的土地 的公有地 其實已經沒有了 那日後如果你還有公有地的需求 你要從哪裡取得這個土地 這是第一個 公有地這樣子被標售 其實是一種 某個角度來看也是一種損失 因為我們只是交換了那個金額 但是事實上那些錢 不見得會用在什麼地方 是不是人民會有感 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 大家會提出來想要討論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對於這塊土地 我們把它當作公有資產好了 它土地它上次買來建築物 就加一個舊事公所 對於這些公有資產 不管是土地或建築物 它最佳的活用的方式到底是什麼 我們覺得這個是一個需要被討論的事情 因為你活化的方式如果只有標售 我覺得這個答案 我們都覺得這個答案其實是有點太單一 一個城市的公有資產的活化 應該要更清楚的策略 而這個策略是要跟你這個城市發展的定位有關 而不是說都是把它標售 我想在全台灣各地中太多了 只是不停地把它私有化來 對這其實是一個非常讓人家 對很多人來講是一個疑惑 就是好像城市發展 它就必須要把舊的建築物給拆掉 或者舊的東西 它其實沒有辦法去讓這個城市 反正是城市發展的這些阻礙 那當我們看到很多的國家 或者是很多的地區 這些舊的東西 它不只是一個城市發展的亮點 它甚至是一種文化保存非常重要的記憶 也是這個國家的精神 或是這個城市的精神 能不能夠延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至少在外觀上面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主體 或是一個建體 這部分我們再來談 就是它到底未來可以怎麼做 以及市府現在的想法跟規劃 以及民間的規劃之間 有沒有什麼要猜 這我們後半部我們再來討論這個議題 不過剛剛談到所謂城市發展 跟所謂的舊的歷史建築 或是跟舊的文化的記憶之間 它常常會產生衝突 事實上我自己都覺得說 我自己搬到嘉義來 大概六七年七八年的時間 我對嘉義的一個印象就是 這個城市是不斷的在拆老房子 然後在蓋假房子 那這個假房子指的就是像一些 比較能夠去吸引別人的一些 可能防股式的這種所謂的建體 可是在事實上在這十多年來 不管是不同的政府 其實都對於所謂的 舊的這個所謂的房設 或是舊的建築物 其實有很大的這個傷害 包括早期的這個所謂的 所謂的衰屋書張所 或者是俊義所 或者是好不容易保留下來的這個舊建 可以請你來談一談這一段的歷史的過程嗎 OK 所以像我自己是2000年 就是2001年的時候 退伍回嘉義 然後開始接觸到這些 這些保存的這些議題 那其實像 從出張所到舊間到俊義所 他其實經歷過不同的市長 不同的派系 不同的政黨屬性的市長 但是裡面共同看到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城市到底 他對於這些舊有的這些歷史建築 特別是這些 可能他具有某種衝突性 那個衝突性就是說 那個衝突性就是說 他跟他這個政府原本的 既有的政策 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他原本 比如說以出張所為例 那塊地為什麼會有衝突 因為他上面要蓋一個 新的那個施政文大樓 軍醫所也是一樣的問題 因為他是南北兩洞 對 那所以說因為他的政策的方向的關係 所以變成說這些舊有的建築物 必須被拆除 那像事工所其實也是一樣的情況 既有的政策就是標售 那他面對就是說 要標售 然後還要把第三個的建築物 統統拆光 那所以說這個是他的城市的 這個政策的制定 在一開始就沒有考慮這些事情 那我們會覺得說 十多年來好了 看到這些不同的案例 這是他共同的情況 就是說他沒有在 城市的這個發展的政策 或者跟他想要進行的這些公共建設呢 把屬於在地原本既有的這些 至少我們會認為說 是有一些公共價值 或者說集體記憶的 這個部分的建築物 把他的這個部分的價值 去考慮進去 而是把它視為一張白紙 或者說只是一塊空地而已 這樣子去做開發 那所以這樣的開發 我覺得對蠻多市民來說 其實是 特別是對於老一輩的 或者對於 對嘉義是有一些想像的市民來說 其實那是一種傷害 因為我們只看到這個城市 不斷在拋棄 拋棄 丟棄 它本來有的東西 那換來的是什麼 那今天如果說 我們換來的是更好的東西 那或許 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或許還不錯 可是因為換來沒有更好的東西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你剛剛談到說 對於這些所謂的政治人 或對執政者來講 他其實無視於過去嘉義式的 歷史發展的軌跡 而是把它當作是一個 玩虛擬程式 模擬程式一樣的一個白紙 然後重新去建設 然後就把很多的房子給拆掉 更有意思的是說 嘉義式有很多的空地 就是把這些歷史建築 或是文化基地拆掉 它原本說要去蓋商場 原本是要蓋這個所謂的市政府 原本是要去蓋各式各樣的東西 結果 它還是變成一個空地 對 那我們待會再回過頭來 再討論這樣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 也就是到底一個城市該如何的建設 在過去的這個歷史上面 嘉義式到底有多少的文化古蹟 因此而受到了這麼大的傷害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有一句話要塞給我們請定 就是說 歷史決定市 城市的深度 那保留市公務所呢 是 土市長成為文化市長的 關鍵選擇 共有土地的標售 其實我覺得那是一個 短期的事情的時候 剛剛我前輩也提到 就是說 家義式的財政 其實我們 沒有那麼多的財人 我們今年只大概100億 其中60億 他卻不能吃費 他實際的時間 給你業務費大概40億 那 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 它更需要 更需要 長期的 有趣性的 這種的相關 來推動這個 環環市場的部分 大家能夠真正的 活絡 對我們地方的這個財政呢 相信他們會 有更大的效益 歡迎回到 災難時光會客室 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中市長 今天在我們節目當中呢 要跟大家 邀請到的是 嘉義人文關懷協會的 理事長 陳詩岸 陳老師 來跟我們談這個 非常重要的話題 這個話題雖然是 發生在這個 嘉義市的 這種文化保存的問題 可是我相信 在台灣各地 都有類似的這種情況 只是說特別是 比較 這些比較 小一點的 這種所謂的城市 對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面臨到的壓力 或者是這種抉擇 恐怕是 比很多的 大的城市 可能稍微多一點 當然這也會跟 很多的主政者 怎麼去看城市發展 是有很大的關係 剛剛我們在節目的 上一段的節目當中 詩岸老師也跟我們 提到的是在 嘉義市的整個文化發展的 城市發展的過程當中 有非常多的文化的衝突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你到嘉義市 你會發現嘉義市其實有蠻多空地 可是你很難想像 這些空地原來 它其實就是一個歷史的古蹟 我們可不可以請 詩岸老師再繼續告訴我們 在你自己所參與的 這些所謂的 文化保存運動當中 有哪些個案 有哪些例子 讓你特別覺得揪心 或者覺得 哇這個東西 如果當時綁存下來 就很好了 而它現在被拆掉 結果什麼都不是的 那樣的一種 所謂的追星之痛 OK 那我覺得我自己參與過的幾個議題裡面 當然像嘉義市這大概十年吧 大概十年裡面 最 我覺得最引人注目的 其實就是 新市政大樓的這個建設的案子 那個是大概在 2000年的時候 自嘉義市的那個 輔惠雙方 共識之下 所提出來 然後向行政院 爭取一筆很大合的清費 大約是30億 這樣子的清費 然後要蓋 在市中心要蓋兩棟 這個市政府的辦公大合 當然那時候說法就是 和屬辦公 就是說 把一些相關的這個機關 通通集中到 這兩棟建築物裡面 然後爭取30億 然後南北兩棟 然後現在我們看到的市政府 就是那個南棟大合 對 南棟 南北兩棟的這個基地上面 其實各有兩棟 各有一棟那個 日治時期留下來的這個建築物 一棟就是南棟上面的這個 嘉義稅務負償所 然後 所以它是最早面臨到狀況 然後有的拆除 然後另外就是在對面的 北棟大合的基地上面 有一棟叫做嘉義軍藝所 也是後來嘉義市議所 後來變成縣政府 後來變成市政府 這樣的一棟 也是對嘉義市來講 有歷史性意義的這種建築物 那它經過 這些建築物都經過 一些爭取 就是民間也是希望訴求 一些相關關心這個文化保存的 這些團體 也提出訴求 我們希望能夠把它留下來 各種方式 比如說新舊併存 甚至這個也都提出來 那可是最後這個建築物 都沒有留下任何東西 那 唯一留下來大概是柱子 留下幾根柱子這樣子 就是軍藝所的柱子 對對對 軍藝所跟出張所 都有留下一些柱子 就是留下一些殘骸 我們這樣講 那當然這些案例 這兩個案例 它最主要 如同我們剛剛前面所提到 就是說它最主要牽涉到的是一個 公共大型的公共建設 對 要坐落在這裡 可是坐落在這裡的情況是 地上物必須全部清除 的這個情況 它不是一個就是說 它有看見本來這裡有歷史性的建築物 然後在新的設計怎麼去融合 事實上我本身是一個建築物師 在一個設計方案裡面 如果要做出新舊融合 它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沒錯 在很多的國家 很多的城市都有這樣 甚至說是很正常的思維 那可是在嘉義士 這部分卻是非常的欠缺 那我覺得這個欠缺當然也是一個結構性 就是長期以來 我覺得嘉義士 在這部分的這種 我覺得不管是推廣 或者說帶給市民 甚至包括光部門內部 對這種事情的認知 我覺得是很欠缺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導致說 這個政策的一定過程裡面 它沒有評估這方面的東西 它唯一評估大概只能夠說 裡面有什麼樣的一個文物 把它拆下來 建築還是拆掉 可是對市民來說 有沒有一個空間很重要 特別是這個空間 能不能夠讓我們 從一個舊的歷史空間 舊的歷史的這種累積上面 去累積 然後去談到這個城市的未來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 一直都是有點失落 或者說是變成有點衝突 我覺得在這個 這個軍藝所跟出張所的這個 跟公部門官民對話的這個過程裡面 一直都存在的衝突的部分是比較大的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在這個案子裡面看到的 不過其實說起來 會是非常荒謬的 就是當時是拆掉 軍藝所跟出張所這兩棟 你剛剛特別談到 日治時代留下來這個歷史建築 這個歷史建築 其實也是這個 從日治時代一直到台灣 不管是在過去的縣霞市的 或是後來的 這個所謂的嘉義市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你都會發現 它其實都很重要 它有很多的公務啊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人文的發展 或者政治的中心 可是當時是拆掉了兩棟 那南北兩棟 可是現在只留下了市 蓋了市在南棟 那北棟原來被拆掉的地方 現在居然是一個停車場 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難道當時說要去標售 然後去蓋新的這個設計性的發展 都做不到嗎 其實就我們的了解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案子的設計 在2001年的時候就開始了 那可是到整個過程其實都會拖 台灣的公共工程 特別是這種建設案 很多它的期程都會拉長 很少有準時 就是按照期程 然後完工的 大部分都會delay這樣子 那delay的情況之下 那物價會波動 那還有需求也會不一樣 那更別是說 換了不同的政黨 不同的需求 那所以說像北棟的情況 就是後來 因為市政府要求要變更設計 可是不曉得為什麼 它就是卡在那裡 就我們所知是這樣子 就是說變更設計 然後都沒有進行後續的調整 那還有就是說 經費是不是真的能夠下來 因為那個並不是嘉義是自己 出的錢 那個是中央補助的錢 對 所以中央是不是願意 繼續給你這個錢 讓你蓋那個裝備 這某種程度是好賭 對嘛 你就是把一個很棒的東西拆掉 然後說以後我們要幹嘛 這會有發展 結果其實是沒有的 對 那這個其實不是一個很負責的 一個政治決策 不是嗎 其實對大多數的市民來說 其實這個是 就是我們看到的就是空地 那如果你知道這些 應該說 如果說你知道過去的人 你會知道說 他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樣子 但是對於如果完全不知道的人 他可能就會說 那這一個地方 沒有要快點去 那些東西 所以說大家會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那包括說到了現在 比如說現在換了新的政府 對 那他們或許又有新的構想 但是 同樣的裡面 是什麼東西被排除在外面 我們會覺得說 市民到底大家對這個東西的參與 然後我們能不能夠 對於這個城市的空間 對這個城市未來的這種 像市政府 這種應該是一個 屬於市民 來使用的這種公共的空間 能不能夠提出一些想法 或是我們有參與的機會 其實都沒有 其實也不是只有在 剛剛談到的 郡衣所或者是這個 出張所的例子 然後最後郡衣所 它變成是一塊 這個空地 然後停車場 那其實在家裡還有更大的空地 在民國路 這個所謂的建國二村 建國二村 那當時為什麼要去 這是眷村嘛對不對 對本來是眷村 那為什麼要把這些眷村拆掉呢 這是當時政府的眷村改建的一些問題嗎 對沒錯 或者是說 那拆掉之後 其實自從我搬到家裡來 它就是一個空地了 對 那其實大概有七八年都是空在那邊 那這塊地是要做什麼的 當時是怎麼規劃的呢 這塊地就我所知道 它也經歷過一些不同的階段 比如說一開始 當然像眷改的這些土地有沒有 有一部分它就是 原有的眷設拆除 然後就在上面蓋了幾個住宅 這是一種情況 那建國二村 它拆除之後 它所做的方式是 它就是要標收 它就變成空地然後標收 因為所有全然是國防部 那這塊地的區位其實很好 因為它很靠近公園 沒錯 那邊又是文教區 就嘉義公園 它其實可以預期的是 會應該是會吸引人的 那可是他們後來再變更這個 裡面的這種都市計畫 就是因為土地本來是比如說全部都住宅區 那可是後來有了不同的想法 比如說他們認為裡面應該要商業空間 所以就把裡面要變成商業區 那後來我所知道甚至出現像旅館 東西也要出現在裡面 所以整個都市計畫的這種 調整的時間 因為那個很多都必須在上報到這個內政部 內政部的都委會去做審查 所以時間也拉長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的那個土地 它的標售方式 它目前並不是沒有進行標售 而是標售之後都沒有標 有標的意思就是說 有時候是來標的加那個廠商的那個不夠 另外一個就是說 它沒有人來標 那因為它的技能太放大了 它現在變成說要把它分割成幾個大塊 然後進行標售的動作 可是這個就會牽涉到回來 看到對於要標售的人 對於來投標的人來說 嘉義士是不是能夠做這麼大的投資 它是不是能夠有回收的可能性 它也要去評估 所以就變成說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雖然想像它可以很順利的賣出去 或它可以帶來某種商業發展 但是實際上是不是真的是這樣子 我們看到很多時候好像都是問號 就像北棟大樓 本來是說要蓋一個什麼東西 北棟大樓裡面有什麼什麼 裡面還有商場 然後可以提供給附近居民使用什麼的 事實上也都沒有 然後在建國又村看到的就是 它是持續的限制 這其實是我覺得是兩個思維 一個就是整個砍掉重鏈 然後把它當作是一對白子 然後過去的歷史的發展 完全不顧的這種思維 另外一種想像是在於說 它覺得一定是要引進 所謂的大型商場或是商業化 然後才往這個方向去做規劃 而事實上一個城市的發展 它真的只有所謂的大型的百貨公司進駐嗎 或者是只有這種所謂的商場嗎 這恐怕是一個非常大的疑問 不過在這些很多的例子當中 可能稍微好一點就是所謂的舊間 舊間事實上是被保存下來的 那它保存下來的原因是什麼 以及它保存下來之後它的意義是什麼 它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舊間其實是我剛開始參加 這個人文關愛協會的時候 去參與的一個議題 那它那時候遇到的情況其實也是很類似 它就是這塊地本來也是預定要被拆掉的 因為是監獄嘛 而且又在市區裡面 它其實本來是在市郊 然後隨著城市的發展 它慢慢變成很靠近市中心的一塊大便 大便的土地 然後那時候地方的立委 那時候是蔡統領立委 他還有一些地方人士 包括附近的居民 他們是認為這個監獄應該要拆除 然後要變成大學用地 所以當初那時候的政策跟都市計畫 也都是朝這個方向去推 但是那時候法務部有不同的意見 法務部當然不同意見的行程 這個故事講起來很長 但是基本上就是說裡面的老員工 他們是希望可以留下這個監獄 那時候我們在參與的時候 有一個特殊的情況就是 全台灣類似像這樣的一個監獄的這種建築物 其實已經都沒有了 各地的這種日本時代留下來的 這種舊的監獄已經都拆光了 只剩下這一個 所以變成說它有一個唯一性 然後還有一個獨特性 然後另外就是說 那時候會看到一個蠻不錯的點 就是這個監獄如果留下來 它對嘉義市可以有什麼幫助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在推動這個 就在嘉義舊建議的保存的時候 其實蠻多的力氣花在這方面的討論跟推動 就是說把它留下來 對嘉義市周邊 比如說像附近 包括像北門義 或是阿里山生鐵 或者引進的這種領路的這種區塊 它是可以變成一個串聯的一個效果 我們發現說 這樣子去跟市民做討論或者做溝通的時候 接受度很高 然後另外就是說 我們不停的帶學生進去參觀 那比如說大家覺得說 監獄是一個官犯人的地方 這樣就不太好的地方 可是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有非常多的學校跟學生 非常需要去認識這樣的地方 過去這種司法 還有這種懲罰的空間 它到底是怎麼運作 大多數人是完全一無所知的 因為它是一個很邊緣的空間 那當大家實際上進到監獄裡面 去看見那些勞房 看見這裡面的管理的方式 過去的生活的方式的時候 我發現很多人對監獄 或者對於司法這個概念會更清楚 它不再只是一個被隔離起來的空間 所以那時候在這部分 像教育醫藝 還有它對嘉義市的這種 整個發展的這種帶動 它存在的必要性 有被接受 所以大多數人是支持的 包括輿論等等 所以到最後連地方的立委 他也轉向支持 所以整個後期的推動就變得很順利 而且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舊監獄變成是嘉義非常重要的一個亮點 例如說 有講說嘉義有什麼樣特色 舊監獄恐怕是一個值得拿出來 來去告訴大家 嘉義歷史的一個地方 而且我們看到很多的活動 包括中央的 包括以前的清補會等等的活動 也會有這些相關 這個所謂舊監獄的這樣的一個導覽 事實上我們從剛剛的討論當中 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沒有舊的這種所謂的歷史的建築物 歷史的建體 事實上我們的記憶就很難保存 而一個城市如果沒有歷史沒有記憶的話 他恐怕他的未來發展 恐怕也是一種非常讓人家感覺到無力渺茫 以及不知所措的這種狀態 所以怎麼樣去發展很重要 是對於他的歷史的態度 對於過去的記憶的態度 事實上就決定他如何發展 我不知道嘉義舊的事工所的未來的命運 到底會像舊監獄或者是像軍藝所這樣子 在下個禮拜我們繼續來跟他討論 這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我們要回過頭來來談嘉義的舊事工所 他的歷史意義 他在這個空間裡面 他可以做什麼 以及他對這個嘉義事 可能會讓我們有什麼樣的一種想像 以及對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下禮拜空空再會 謝謝 掰掰